大家好,我是老盛 今天我们一块来演示一下铁皮割圆的工作 我们先钻一个眼作为定位用 钻个眼,然后呢,这个呢,是放在这个圆里面 这样的话,然后呢,顺死这 就擀出一个洞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铁皮割圆的工厨呢 就会又快又省力的 然后擀出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圆孔在这个铁皮上 比我们用铁皮剪子 剪出来的呢,完美多了 也没有毛刺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工厨的结构 这边呢,是用来固定钻头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所以呢,要是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的钻头断了 那我们就可以换一个新的钻头 这个钻头呢 也是专门用在这种各园工具上面的 它呢,不仅仅是普通的那个钻头 而且是带有洗刀功能的 所以说,当你割圆的时候 用力钻的时候 它能把这个圆割得比较完美 看一下下面这个标尺 有两排 然后一排呢,是标的是厘米 另一排是英寸 上面的数字呢 就是我们割圆割出来的直径的大小 要是标的是6 那我们割出来就是直径是6 那我们可以通过调节中间这个滑块 定位的滑块 来控制这个圆的大小 也就控制圆的直径的大小 而不是半径啊 我们也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调节这个滑块 其实很简单 用扳手呢 把它松动以后 移动到你需要的这个圆的直径的大小 这个位置 然后固定好就可以了 使用这个工具 不仅仅是省丝省力 而且呢看上去更专业 很多地方呢都有卖这个工具的 如果你买不到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